Tropo 好 換句子回來了 講完這個Hot Toys 接著就輪到Transformer 這次一次過介紹 整個就是Leftex版的 圍城系列 就是Wave 2 有Deluxe 也有領航者系列 這次一次過出的 對 一次過 很厲害 其實跟之前出過的是一樣的 但有些比較特別的 例如手頭上的音波和達鴻峰 是首次推出的 之前的版本是沒有的 還有這個 阿里塔 所以如果要買這幾個角色 一定要買Leftex版本 這三個都是第一次出的 這三個都是第一次出的 很厲害 好 如時間關係 我們就看一看車型 然後一次過就變成了 Operman就給之前的版本 改了車窗 車窗原本是粉藍色 變成灰色 腳的顏色變成深色 而灰色的關節位置變成深藍色 我想問這個Leftex版的Operman出了多少隻 現在是第三隻 之前還有一隻灰色的 附送了兩件小拍檔 一個透明黃的板的物體 和一隻變虎頭的鳥 那它就可以變成一個武器 可以給它們 今次的超級亮點 就是音波 音波就是很多玩家都非常之想要的 因為之前那個音波是變戰艦 今次是變卡式機的 而這個激光鳥和這個戰犬 都是變回地球的樣子 就不是斯彼尼律星的樣子 所以今次一次一盒就會有兩隻 是的 不包這個龍的 這個龍是之前的武器包才有的 那還欠一個人仔 就是那個地震的 那些就要遲下才有 好 接著呢 非常之重要的角色 就是這個艾麗塔 今次在Netflix的電影劇 就是基本上是第二把交椅 而是非常 它似乎就有多一點 對 似乎就有多一點 而最後它是選擇留在斯彼頓 裡面孤身作戰的 和添加他們 所以這個是非常之好的角色 那它呢 都是用這個阿士 即是阿士那個模去改的 那邊形呢 就非常之簡便 大家可以看到 好像寄居鞋一樣 好 接著呢 輪到就是 大黃鋒 大黃鋒是首次推出的 那就是用 這個模具 其實就是跟之前跳崖者的一樣 那這個呢 就是 這個是 Generations Lab系列的殺人鋒 那就是 其實那個邊形結構是一模一樣的 但是大黃鋒就是變成這個鋸鋒斜的 那另外講完這幾個 就是 White Jet 和這個撞針 那它們就是 用了新的配色 那麼就看到這個配色呢 比之前 這個 這個 圍城版本呢 是更加漂亮的 上色的地方是更加多的 好了 那就事不宜遲了 大家一起努力這樣變形吧 那我就 那還有呢 就是 其實每個 買了每一盒呢 其實裡面呢 都有一張 是不是 Delux是有的 Delux有的 可以組成一個 是不是G1的 對 在方舟裡面 的情景 可以組成出來 那這裡有五張 其實有一張是地板 是 那我忘了之前那些 Delux沒有這個東西 還是有 我就 不小心丟了 那大家就留意 可以組成一個場景出來 對 真的挺大的 好 就是買齊了就可以組成一個場景 是 有可能 對 好了 那德哥執行完後可以幫忙 親近充斥一下場面 不是充斥的 能夠玩 即是說一說 是非常喜歡的 對 你說一下車型也沒所謂的 對 有人說 就是Transformer之霸 唉 別這麼說 我想說 我絕對不是Transformer之霸 但是 一定有一個Diaco之父 啊 是師兄 不是 我沒有Like 我先說了 所以 Mokai Diaco之父 就是你 就是 Transformer之霸 對 Transformer之霸 一個褲一個霸 一個霸 這個霸 真的厲害 Tran霸 Tran霸 大家就很努力地變形 大家就要給我一點時間 我三個小朋友 對 這一堆東西的價錢如何賣 Delust Delust 應該是八百多元 即200元 大盒那些應該大約是499元 這些價錢 差一折 對 還有你變成Apaman 變了這麼多次 會不會覺得悶 不會 這個非常好玩 這個版本Apaman 我覺得非常好玩 其實Apaman的變形有沒有很大分別 有創新的地方 而是它打開胸口 收藏了假車頭的位置 是做得非常好 但反而腳步就簡化了很多 但整體的外形是非常不錯的 怪人 這個是變成一塊板 真的變成一塊板 那一部真的是Lanser 在原台上應該是Lanser 對 那些以前那些 很經典的 很經典的 這部是Strata 當年的拉力賽 果然是車霸 不是怎樣做Transformer之霸 好 說辭事那時 那時Apaman就變完了 就可以交給德哥 真是爽 但完全不需要看說明書 就可以變形 是嗎 很爽 你先玩這個 好 變了一隻腳 交給你 我已經完成了 厲害 其實整班 Melano 玩玩玩的 感覺是非常自愈的 我挺喜歡 看的自愈還是 兩樣都是自愈的 Derek 你果然有練過 比我快 這個左斧頭 又加槍再加盾 這個戰鬥格 基本上 即是可以劈開麥加燈十六 他一套動畫面的表現是非常令人生意 你真的見過柯柏文這麼獨? 羅夫一名 我真是第一次見過柯柏文 這個表演真是非常衝擊 全場最好打的就是他的女兒 一會兒都要詳細地介紹一下 是 沒錯 會不會帶有政治正確的原因 要加入這些元素 但你不要把柯柏文這麼矮化 他內藥得很厲害 完全沒有領袖魅力的領袖 但不知道哪些人會跟著他 臭仔 因為是洗濕了頭 成為了反冠軍 這麼小也可以有MATRIX 所以以這個變形 基本上這裏都修得不錯 還有MATRIX 其實都是挺好玩 還要可動的 這裏跟Neminus Prime的變形有什麼分別呢? 有些不同 主要有多塊板在後面 還有身體摺的東西有些不同 哪個比較爽 這個比較爽 哦 就是陰波 陰波就是把之前的戰艦 主要是改了腳 你會看到仍然保留一些 當年戰艦的元素 還保留在這裏 不知道怎樣 而臀部有這個 按鍵的位置 而它那兩隻 露音帶的寵物呢? 寵物我喜歡 可以變成露音帶放進去 有些光料 它變形也非常簡單 我小時候玩Big One 那時候還不是Transformer 我又買了 我又買了 真的爽爆了 這樣就變形了 然後就放進去 它跟炮真的不一樣 真好玩 最壞的是膠度太軟 每次都斷腳 哦 那時候我真的有買 我記得了 激光料也有買 這個還有一隻獵犬 這隻獵犬也很棒 這隻獵犬也很棒 這隻獵犬是買一個 配件包才有的 官方的配件 完成 好 那再說一下大黃蜂 大黃蜂其實沒什麼好說 如果見過之前 無論任何劇場版的大黃蜂 你見過TV版或Netflix版 即一般的動畫版 我覺得真的會比較削 即是不會感覺到任何強者的風格 當然 初初這個大黃蜂的定位 都不是強者 是一個賣情報的 情報反子 情報反子 對 拉尾就不小心 跑出了 跑出了 真的問你死了沒有 所以這隻 其實它將福斯的外形 都做得很像 當然機械形態 外於它的原設關係 我自己就一般 但它這支炮很帥 對 這支炮基本上是跳懷者的 理論上 大黃蜂應該用一支很短很小的槍 但它用了Kick Jumper那支炮 對 它可以拆出來 讓車內可以做這個 壁極炮 類似雪地車的形態 好 好 我比較欣賞 最重要的是它這個 不知道算不算是列文的 擋風玻璃 對 因為你只有 Shelter Class 那些系列 你才會見到 裂爆玻璃 但是 它又有做舊花 對 上身是被人有的 大檔 或者 車頭蓋 都有做到一些 這些其實是不膩的 我想說 它的噴色是不錯的 所以整件事 又不會說 違和感很重 而且無論是下半身 你都會見到一些 類似風化 油漆剝落的感覺 其實真的是水準以上 雖然價錢又相宜 不過坦白說 這個價錢 我覺得 它給你這種質素 真的沒有說話可說 OK 應該是否說主角 是嗎 說 堅是主角 堅是主角 愛你探 就是這隻 它這次的變形 你剛才也看到 它只不過摺上自己 反轉腳 一看到車底 就像衛欄一樣 摺上自己 便是變形 而變形之後 你還要拆了大背包 才會有這麼收場的外形 否則就背了大背包 像是爬山一樣 但它不背大背包 站在背包上面 造型也很漂亮 但問題就是 這個角色應該在電影中 是拿一支咀劑槍的 問題是它沒有咀劑槍 即是吹象 對 就用RSI的槍 不過它這支槍 本身用了透明件來做 感覺也很漂亮 對 基本上你看完之後 絕對是對它和天火 是非常之有愛的 特別天火 要入一定要入這兩個角色 我覺得是這樣的 好 由於視野的關係 就看看另外的角色 而撞針在契機裡面 都有一定的份量 之前是狂派 然後被力氣救完之後 就變成了博派 你知恩淘寶 基本上已經出到第三隻 這隻 因為之前有一個博派版本 有一個狂派版本 接著現在還有一個 真是 計歌拍文之後 以上色來說 這支是Base這套 因為它是那隻 紫色上原色之後 再掃一些東西 令它啞了 而那個芥辣色 都看得非常好 我喜歡這個詞 芥辣色 另轉面 這個Luljet 身上多了一些白色的上色 它就不是啤色 它好像油上去 還有一些迷彩上去的 還有一些迷彩上去的 處理 都比之前的版本 都是細緻了 尤其是後面這些白色的車 有些陰影 有些陰影 所以整件事就高級了很多 Ruljet 如何賣 Ruljet 都是百多元 而最後 這個是外加的 就是自己另外買了一個 修藏 Generative Suisse 系列的 這個叫做 殺王 殺人蜂 其實它大屬於 那個部隊 就是 你看它的標誌 不是博派 不是狂派 其實它是 這個叫做 僱傭兵 那樣的東西 僱傭兵 對 造型 就是用這個 跳懷者 但又有 大黃蜂的元素 裏面 即是有幾盒 不同炒蜜一碟 但是又不需要再 啤新件 都非常有趣 其實 跳懷者 其實已經啤了第三隻色 嘩 死命 但是對於這些車仔 沒有抵抗力 所以就沒有辦法 只要付錢 它這個白色的照顏色 好像噴了光 對 好像很亮 很亮 厲害 一家存在 而且我不明白 它經常說 在Netflix電影裡 經常說沒有能量磚 為何有這麼多人 還可以生存 我都不明白 你會否告訴我 它來自渣電 是有多大的 可能它本身是 一萬年的MAH 對 它運行一萬年 我們就完成了這次的介紹 這麼精彩的Netflix系列 幸好David這次變得很快 非常好 好 稍後再見 稍後再見